Hello 大家好 清明将至 这两天就开始包祭祀的花了 但是今天下午来了一位男士 他说他又订了祭祀的花 我说你订祭祀的花 我说那就订吧 我说你要多少钱呢 有100的 150的 120的 200的 800的 不是 200的 220的都有 多少钱都有 什么价位都有 他说那我去订个100的吧 要那个什么 要那个黄白菊和那个玫瑰的 我就愣了一下 我说为什么要玫瑰 我以为他要白美呢 要白美跟那个啥 黄白菊什么的 那个搭在一起 他说就要红美 要红美 我说你想怎么包 他说有这么包的吗 我说你想怎么包 我们就给你怎么包 可以的 我说那你这是那啥呀 他说送给我孩子 他妈 就是他说他之前在别的花店里头 买花的时候 也是买那个 就是那个 这个黄白 黄白菊和玫瑰 意思是给父母 他说是给孩子他妈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把声音就有点哽咽 我马上就假装很不在意的事 我说没事没事 你们想怎么包 给你怎么包 因为我这眼 我这个人眼泪脖子也很浅 我还怕他说说就 那个那个那个 掉眼泪 我就赶紧的啥 我说行 我就假装很不在意的 我心里边被那个 深深的触动了一下 但是我假装很无所谓 他说话就马上就哽咽了 我还怕那个 勾起他那个 就是那个悲伤的情绪 我假装很无所谓的 我说没事怎么包都行 你想怎么包 我就给你怎么包 我就说话又快 又坚决的 我就那么说 假装我很不在意的 其实我心里边 狠狠地触动了一下 真是挺不舒服的 他说他要那个黄白菊和玫瑰包 一开始我想给他包三只 那个玫瑰 红玫 而且他点名要红玫 意思红玫不是 都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爱情嘛 表达爱情的就是红玫了 完了那个 往我这么想 我说给他包五只吧 他订了一百块钱的花 我就给他放上五只红玫 剩下一个黄白菊 我再给他搁点那个 白色的星星配里头 我上次给这位 有心的男士包 咱们在身边的故事就太多了 就是你看有的男的说是 爱人那个媳妇 那个去世之后 很快就找了那个 那个找了下家 看这位男士真是不那样 在祭祀的时候 还不忘了给媳妇 送上红玫瑰 我上心点啊 给大家那个 给这位男士包 这些都是黄白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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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